它是什麼東西呢 它叫做 豆皮起司培根捲 它外面是腐皮 然後中間有這個起司跟那個培根 然後它去炸 那你知道豆皮本來就很適合炸 然後那個中間可以吃到那個起司 韓國那種黑辣椰起司 還有培根幹超好吃 非常好吃 今天我們要講矩陣了 上一次這個空間空間已經講完了 那這個 你們上一次考試嘛對不對 一到三次 這一次最後一次比較短 所以你們這個要加緊時間 至少這個這禮拜的話 這禮拜至少寫到空間的直線與平面 同學項量很少 項量分量不多一定可以很快可以寫完 所以 所以盡量把這本的後面都寫一寫 然後這個包括歷介 你有沒有寫歷介 前面歷介有寫幾線 同學然後這個連歷介開始寫一寫 這個來我們繼續看曲證 A A 我的筆卷被幹走 一定是早上三個老師 Kri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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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筆沒有 紅筆 筆不見 Kris Kris 好在這裡 我有一種 Bank 怎麼會從那邊跑出來 好來 這個 舉證啊 同學舉證並不是很難 所以這個我們教學的速度也會 稍微的快一點 那舉證基本來說 就是說 就是一個表格 他就用來一個技術的表格 可以嗎 那最基本的就是用來去處理這個 方程組的問題 可以嗎 喔 那這個高斯消去法 為什麼跟舉證有關 基本上來說 他只把XYZ怎麼樣 放在舉證裡面的一個過程 可以喔 好 那這個 來看吧 首先一些基本的列印算 對調位置 乘上不為0的常數 然後乘上一個不為0的常數 加到另一個方程式 這樣都不會改變方程組的解 那什麼叫高斯消去法 首先這個方程組呢 慢慢慢慢的算 算出來算成這個樣子 下三角都是0 然後呢有XYZ組成 這叫高斯消去法 可以嗎 那我們可以在舉證裡面去操作這個高斯消去法 OK 好 就這樣 來 那這蠻簡單的 我們快點教 那這個 這個 這個 方程組呢 如果這樣寫 只有細數要係數舉證 連長數叫什麼 增廣舉證 那這舉證的列印算 直接算就好 那我們直接來看題目 來這個列印 他說這個是經過列印算以後 可以化成這樣 001 010100 ABC 那我們要求數對ABC是多少 來 我們來慢慢的算 如果你用矩陣列印算的角度的話 我們會先想辦法把這兩行 怎麼樣 這兩列對調 對不起 1-3 -2 0 再來 2-1 2-1 跟 4-1 3-3 對調以後呢 這裡上三角 這邊 是不是就是1了 那接下來你要怎麼樣去記賺 第一步要讓這兩個變0 喔 所以你會怎麼做呢 乘上怎麼樣 負1加下 然後乘上 乘上負2加下來 乘上負4加下 可以嗎 會得到什麼結果 你乘以負2加下來是什麼意思 這變幾 0 負3 負2是6 6加1等於幾 7 負2負2負2是幾 40變成6 然後0負2還是幾 1 這樣可以嗎 再來繼續往下寫 乘以負4加下來這裡變成0 12加1等於幾 13 3 負2負4是幾 11 這裡是不是還是3 到這裡OK嗎 可以嗎 這其實只是這個方程組的加減消去法 OK 那這個是x 這是y z 那其實這個 這個曲子有定義算就是一個系統化的方式去處理這樣 好 那再來怎麼做呢 其實你要怎麼做都行 這本來就是自己慢慢算好不好 你也可以成一副 想辦法把這13箱 幹13為什麼 我用13 我有算錯嗎 我有算錯嗎 為什麼要這樣對我 奇怪 等一下喔 我心算一下 這只是這個只是計算 這也沒什麼觀念 就帶你們看一下 哇 靠謠 同學 我跟你說 他是在講這個 你可以用這個曲子內液算去算對不對 但是如果曲子內液算算 那覺得很心很累怎麼辦 你也是 也可以用代入 也會用加減消息法 怎麼做都行 可以嗎 他在講這件事情 那這個 這個意思代表說 x就是我們的a y就是我們的b z就是我們的c 而已 我們想辦法去做好 好不好 我先把這個是乘以兩倍 同學 1-3-2 0 14 12 1 再來怎麼樣 12 對不起 再來0 13 11 3 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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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